魏延谋反这是三国时期的一大一案 对于这段历史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魏延忠心耿耿 无端受害 也有人说魏延是乱臣贼子 死有余辜 更有人说这是诸葛亮一手策划的圈套 那么那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魏延究竟有没有谋反 敬请关注一中天品三国之 祸起萧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元223年 刘备病逝于永安宫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死后 蜀汉政权进入了一个多世之秋 首先是马肃被战 然后是李延被飞 接下来的魏延谋反更是震动了蜀汉当局 魏延是蜀汉中后期屈屈可数的永将 深得刘备其中 屡次回忆重任 关于魏延谋反 人们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描述 说他是一个脑后长有反骨的人物 因此 谋反也在预料之中 那么魏延谋反是子虚乌有 还是确有其事呢 诸葛亮和魏延谋反有什么关系吗 魏延谋反为什么会涉及到诸葛亮呢 厦门大学义中天教授 作客白家讲坛 为您精彩品三国之 祸起肖强 魏延谋反一案呢 大家也是相当的熟悉 因为《三国演义》写得非常精彩 说马带杀魏延的时候 这个杨怡出城说 你敢喊三声 谁敢杀我吗 魏延说我怎么不敢呢 谁敢杀我 马带杀魏延说我敢杀你 怕 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这是一个冤案 这个冤案呢 不但冤枉了魏延 也冤枉了诸葛亮 这话真讲 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是怎么记载的 这个事儿呢 历史上有两种记载 两个版本 我们先讲《三国志魏延传》的记载 《三国志魏延传》说 这是有什么想象 alcanz 有补育长 军变自发 如果魏延不服从命令 你们不要管他 军队刺警 开拔 做了这个安排以后 诸葛亮就并故了 然后他们这几个人一琢磨呢 就让费一去找魏延 传达丞相的命令 果然魏延一听就跳起来了 什么 让我断后 不对吧 丞相虽亡五字建在啊 丞相是去世的 我魏延还活在啊 我魏延还可以带领部队继续北伐吗 为什么要撤退啊 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死了以后 就把天下的大事都耽误了 云何以一人死 废天下 只是耶 魏延说 再说了 我魏延是什么人 凭什么我魏延给他养一段后 养一算老几 不干 然后跟费一说 不管 我们这继续部署北伐 继续打朝贼 这做了一番部署 写好了以后 杨一说 魏延跟费一说 来来来 签个字 费一说 费一说 魏将军 这个杨一是个书呆子 他哪会打仗呢 这么着吧 我回去跟杨一做做工作 让杨一听将军的 好不好 魏延说 好好地 走走走走 这个费一出了魏延的大银子们 跳上马 掉头就跑 魏延想 不该放走 这个费一啊 来不及了 然后赶快派探子去打探一下 他们怎么动作 一打探 所以杨一就准备 按照诸葛亮的部署 不管魏延 自己带着部队 就往成都撤了 魏延怒火万丈 好 你撤 我也撤 我先撤 于是魏延 抢在杨一的前面 往南撤 而且还干了件什么事呢 走一路 烧一路 把桥啊路啊都给毁了 一路就这么 跑跑跑 跑到的 南谷口 这个杨一一看 魏延先走了 而且把桥也烧了 杨一带着部队也往回撤 然后赶快砍山上的树 再打桥 这个情况已经很糟糕了 对不对 更糟糕的是 魏延和杨一呢 都上书朝廷说 对方谋反 魏延说 杨一反了 杨一说 魏延反了 一日之内 与习交致 就是两个人的 这个告状性 前前后后 前前后后都 送到 刘善的御前 这刘善一看 他不明白 刘善怎么明白得了 就把这个董允 蒋婉 这些人找来说 各位爱情看看 这个魏延告杨一谋反 杨一告魏延谋反 他俩到底谁反呢 董允和蒋婉这些人说 陛下 成等感 担保 这个杨一呢 他是不会谋反的 这个魏延谋不谋反 不好说 那就是魏延反嘛 对不对 于是刘善命令蒋婉 带树魏延 就禁魏军 北上去拦截魏延 杨一呢 也带着部队 南下 去追击魏延 就把魏延堵在了南谷口 这个时候 和平 和平就是王平了 王平因为他们 他妈妈家姓和 他原来跟着外婆长大的 他也姓和 所以也叫和平 三国眼一说是和平 反正就是王平了 王平就冲上前去说 丞相刚刚去世 尸骨未寒 你们就这样 魏延的部队一听 原来我们错了 一哄而散 魏延只好带了几个亲信 又往南逃 逃到汉中 被马带所杀 马带杀了魏延以后 把魏延的首级送到了杨仪的跟前 杨仪把魏延的脑袋扔在地上 用脚去踩 王八蛋 我看你还干坏事 我看你还干坏事 然后 宜延三族 就是灭了他们 魏延一家 就是魏延家族三族 这就是 三国志魏延传 记载的这个 事情的经过 公元234年 诸葛亮第五次被罚 最终因基劳成疾 并逝于五丈远军中 诸葛亮一死 就引发了魏延谋反一案 魏延谋反 是诸葛亮时代的三大一案之一 他的谋反 引起了后代历史学家们的很多说法 甚至还有人认为 诸葛亮对魏延谋反一事 难辞其咎 负有很大的责任 那么面对三国志魏延传的记载 我们怎么看待魏延谋反呢 魏延是否真的谋反呢 对此 李中天先生 他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魏延是否谋反 此案我的看法是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不合逻辑 为什么说事出有因呢 有三点理由 第一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既然诸葛丞相下令李魏延断后 你就该服从 你为什么不服从 可疑吧 第二 你不听指挥 散致行动 挥师南下 你要干什么 你是撤回成都呢 你还是想回去颠覆蜀 蜀汉呢 讲不清楚 第三 如果你只是不服洋仪 你不愿意替他断后 你抢先撤回成都 你为什么把洋仪的后路断掉 你为什么要锁过 把所有的战道 所有的桥梁都都毁掉 那让人觉得就是 你是要回成都造反 又不准杨仪他们带兵来救驾吗 而且杨仪是个书呆子 大家都认为这个不可能造反的 修材造反三年不成 可能造反的肯定是军人嘛 在弄不清情况的下 为了保卫皇上 为了保卫政权 只好先假定你魏延造反嘛 所以叫做事出有因 为什么说他不合逻辑呢 我们知道以魏延当时的能力 实力 不足以自立山头 称王称帝 他要造反只有一条出路 就是投降朝位 如果他要投降朝位的话 他应该就近投降 因为他在前线 对不对 你现在这样诸葛亮的命令说 魏延断后 魏延就可以说 好我断后 你们走吧走吧 走走走走 我断后 然后我投降 那不是方便吗 他为什么要往南走呢 而且他被王平劫难以后 他还可以滋生投奔朝位啊 虽然他没有人马的 他也是一员战将嘛 他为什么继续往南跑呢 这不合逻辑 所以陈寿啊 就做了一个结论 陈寿说 原言义 不北降位 而难还者 就是我推测 陈寿也是推测了 我推测魏延的本义 他之所以不往北走 去投降朝位 要往南走 这是什么意思呢 暗欲除杀仪的 就是他只是想杀杨仪 但他为什么要杀杨仪呢 陈寿推测是 以魏延当时的地位 威望 功绩等等 如果杀了杨仪以后 接诸葛亮班的 就该是自己 那如果自己能够接了诸葛亮的班 他就可以继续被罚了 所以陈寿说 本子如子 不便被判 就是魏延本意就是这个 他不是谋反 那么根据这个判断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呢 魏延一案 不是谋反案 是内讧 是窝里斗 是魏延和杨仪的内部矛盾 因此我们就又要提出一个问题来 这个魏延和杨仪 他们又哪来的深仇大恨呢 根据三国志魏延传的记载 魏延既没有谋反的实力 也不合乎谋反的逻辑 实际上是魏延和杨仪两个人的内部 而事实上 魏延是蜀汉名将 志勇双全 杨仪是蜀汉文臣 很有才华 两个人一文一武 观念不当 怎么会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 魏延和杨仪的矛盾 从何而来呢 说起来大家可能要笑 没什么 什么事都没有 很简单 就是魏延这个人啊 在当时这个蜀汉方面是最牛的 大概也就是在诸葛亮面前呢 他可能收敛一点 在其他任何人面前都是指高气扬 因为他本事大功劳大 把谁都不放在眼里 那么其他的人呢 也因为这个原因对魏延呢 也是客客气气 让他三分 而魏延要跋扈一下了 人家就让一让 只有一个人不肯让 就是杨仪 杨仪呢可能是 一个出生 他还是有点出生意气 那我凭什么就给你这个武夫让三分 拼不让 于是魏延就恨得不得了 就居然就你这小子 不把我放在眼里 于是两个人呢 视同水火 水火不容 水火不容到了什么程度呢 两个人不能坐在一起 说话 坐在一起说话就要吵 那么每次随便提到什么问题 两个人就要争 争认到激烈的时候呢 魏延就把刀拔出来 然后就在杨仪的脸上笔画 而杨仪呢就痛哭流涕 这个三国志的说法 叫做细涕痕疾 就是眼泪鼻涕啊 都痕着满脸都是 哭得五花六道 累人似的 这个时候只有谁能够止住的 废医 废医这个时候就赶快坐在他们两个当中去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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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成这样 那么魏延又为什么这么牛呢 因为他是刘备生前非常器重和赏识的人 当年刘备曾汉中 拿下汉中以后呢 在汉中称王 称王王以后的刘备要撤军回成都 要留一个人守汉中 这个时候所有人都认为要留的是张飞 刘关张刘关张嘛 关羽这个时候已经分兵守荆州了 那么现在又得了一块地方要守 当时最可靠的张飞去守嘛 结果刘备破格提拔使用伪言 结果一军接近 所有人都吃惊了 刘备也知道大家是不会服务魏延的 于是大会群臣 然后会上的刘备就对魏延说了 寡人 刘备已经称王了嘛 寡人把重任交给了魏将军 魏延打算怎么做呀 魏延站起来说 如果他曹操 请曹而出 魏延愿意为大王挡住他拒之 如果曹操派一个偏将军率十万人马来进攻汉中 魏延愿意为大王吃了他 吞之 好大的气派 他当然 他当然牛嘛 问题是杨夷 杨夷也不是窝囊费啊 杨夷也是很能干的 诸葛亮北伐的时候进行规划 筹集军粮啊 这个进行计算统计 安排部署 这样一些事务性的工作都是杨夷在做 而且杨夷呢 非常快 他就不假思索 思虚变了 就一会儿功夫 他的功就办完了 所以诸葛亮对于魏延和杨夷这两个人呢 都是很赏识的 他非常欣赏杨夷的才感 也非常欣赏魏延的骁勇 偏偏是个魏延和杨夷 他两个又是死对头 所以诸葛亮也头疼 叫做常恨二人之不平 也没有办法 这两个谁都不能废掉 只好是尽量的让他们团结起来 但是他们不团结 最后落到你死我活的这种地步 从前面的分析来看 魏延与杨夷的矛盾由来已久 魏延狂妄 杨夷自负 两人是南容水火 以至于发展到内讧 最后 以魏延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就这样 一旦您将魏延 身死卒命 不能不说 这是一个悲剧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 魏延一案 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历史学家的看法 多半倾向于 是杨夷的责任 理由有四点 第一点叫做 杨夷以私奋杀大将 罪服于言 就是杨夷出于 出于个人的恩怨 杀了这样一员大将 他的罪比魏延的罪还大 第二点呢 魏延功不可没 宜其三足 宜太 宜大胜 就是魏延毕竟是一个 对蜀汉政权 立下汉马功劳的 这样一个大将 有大功无大错 蒙大冤 遭大巫 诸灭三足 这个事情太过分了 就魏延 当然有错误 你不服从军 命令 你抢先南下 你还把杨夷的后路断掉了 这都是魏延的问题 但是呢 量刑不当 处分重了 处分这么重了 完全是杨夷的原因 第三点 杀人不过头点地 你杨夷把魏延一家都杀了 你还用脚去踩他的脑袋 这个事情太过分了 第四点 他们认为 李杨夷说魏延谋反 你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因为杨夷撤回成都以后的 是非常得意的 他认为第一个 他把丞相留下来的军队 安全的带回来了 他还把一个反贼给杀了 那这应该怎么样一下吧 谁知道没有怎么样 接替诸葛亮职务的是蒋婉 而蒋婉呢 他的这个 在官场那里的资格 他是比杨夷低的 杨夷原来的官是比蒋婉大的 这个蒋婉的提拔到他上面去了 而且能力啊水平啊 杨夷都觉得蒋婉不如自己 那么蒋婉上去了 杨夷呢 挂起来 弄了个闲职 相当于什么 吊烟员呢 之类的 可能是给他 他一个职务 但是没有任何权力 也没有军队 所以杨夷牢骚满伏 这个整天的气哼哼的 见到所有人都是 没有好脸色 朝廷当中 所有人呢 也不敢跟杨夷说话 只有费一呢 跑去安慰他 这个杨夷就大发牢骚 然后就把这个 这个事情的前前后后 絮絮叨叨 婆婆妈妈 讲了一大堆 讲个费一听 最后 他提出来说 早知道这样的话 我还不如跟着魏妍一块 造反算 那么费一就把这个话 如实报告给朝廷 朝廷就把杨夷 罢了官 那么杨夷 他还不安分 他在流放的地方 他要继续发牢骚 诽谤朝廷 结果朝廷下令人 把杨夷抓起来 杨夷自杀 所以杨夷和魏妍窝里斗的结果 是两败俱伤 所以很多人倾向于认为 此案由杨夷负责 而且杨夷说的那个话呢 也证明了魏妍不想谋反 那因为杨夷说 早知如此 我还不如跟着魏妍 他没说跟着魏妍干什么 我还不如跟着魏妍 那如果魏妍是谋反的话 杨夷不是说 我后悔不该谋反吗 也不会这样说的 这证明魏妍确实没有谋反 但是杨夷也有委屈 我也得跟杨夷说两句公道话 杨夷的委屈在哪呢 第一 杨夷和魏妍之争 是个人恩怨 不是原则问题 不是路线问题 个人恩怨 你就不大好说 谁是谁非 对吧 第二点 杨夷之所以得罪魏妍的 无非是不肯让魏妍 无非是保持自己一点独立性 这又有什么错呢 难道非得所有人都去拍魏妍的马屁就对了 都让着魏妍就对了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让着关羽好吗 金座丢了吗 你现在又要提倡让着魏妍 不能这样 第三点呢 实事求是 平心而论 杨夷和魏妍闹矛盾 受欺负的是杨夷啊 魏妍动动动就把刀拔出来 在人的脸上晃 杨夷好歹也是个大男人 哭得五花六道像内人一样的 你说他心里什么滋味 他最后为什么要那样对待魏妍 积怨太深吗 对不对 最重要是第四点 杨夷是执行命令 是诸葛亮要他这么做的 是诸葛亮清清楚楚的交代他 魏妍断后将为赐之 若言祸不从命 君便自发 诸葛亮交代清楚的 而且预料到魏妍是不服从命令的 那么杨夷有什么错呢 杨夷执行诸葛亮的命令 魏妍不执行 杨夷不该向朝廷汇报吗 魏妍告他谋反 他不该告魏妍谋反吗 魏妍把他的后路都断掉了 让他回不了家 他不该去追魏妍吗 你不能说杨夷不对啊 那照这么说不是杨夷不对 那就是魏妍不对了 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反正一打一下 总归有一方 这方对的那方就是不对的 我们喜欢这种思维 我现在就是纠正这种思维方式 魏妍也对 魏妍怎么也对呢 魏妍说得很清楚 丞相虽然去世了 魏妍还在啊 难道魏妍就不能带兵继续北伐吗 为什么要因为一个人的死 耽误天下人的事呢 这话说的对不对啊 不对吗 根据前面的分析 魏妍谋反一案 杨夷是心胸狭窄 以个人恩怨报复魏妍 后来落了一个竹篮打水 异场空的下场 易中天先生认为 杨夷是有责任的 但同时他也很委屈 他的做法有他不得已的理由 那么既然杨夷的做法是对的 易中天先生为什么还说 魏妍的做法也是对的呢 如果魏妍是对的 那到底是谁的不对呢 根据三国志魏妍传 陪松之注引魏略 诸葛亮还下了一道命令 这道命令是给魏妍的 给魏妍的一道命令 让魏妍代理自己的职务 设行己事 密持商趣 就说魏妍你带立我的职务 你 服伤回成都 这就麻烦了 谁都听得出来 这样一下责任就追到了 诸葛亮的身上 你下两道命令 一道命令让杨夷代理你的职务 不要管魏妍 一道命令你下给魏妍 要魏妍代理的职务 不要管杨夷 你什么意思啊 不就是你存心要让他们两个打起来吗 所以就有历史学家说 魏妍的冤案是诸葛亮一手策划 不但一手策划魏妍的冤案 还一手策划杨夷的悲剧 对不对 因为你死的时候 有秘密上书给朝廷 说讲完截替自己的职务 把杨夷给亮了 所以有历史学家问 以你诸葛亮的崇高威妍 你生前为什么不公开命令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都公布出来 你一公布出来以后 不就天下太平了吗 为什么 那么我的看法是呢 魏妍的说法不可靠 我们先给诸葛亮 把这个污给他洗掉 这个加在诸葛亮身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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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污线我给他洗掉 为什么魏妍不可靠呢 裴崇芝已经讲了 他说此来敌国传闻之言 敌人那边的传说 这是靠不住的 而且你说要 魏妍密持商趣是不可能的 因为魏妍不在诸葛亮旁边 诸葛亮的遗体是在杨仪那儿的 魏妍怎么可以奉 诸葛亮的灵鹫往南走呢 不可能的 而且这段记录说 说魏妍到了南谷口以后 杨仪告魏妍 说魏妍准备向北 逃向曹操 不可能 他逃向曹操往北走 他怎么往南走呢 所以魏妍这个记载不可靠 也因此说 不能说诸葛亮 一手策划了这样一个冤案 这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 魏妍传的记载 可不可靠呢 魏妍传可是明明白白 记载了这样一条 诸葛亮的遗令 魏妍断后 将为赤之 若妍获不从命 均便自发 那这个命令也有问题 是告诉杨仪这些人 不要管魏妍 把魏妍扔那儿 扔在战场上 让他自个儿打朝魏去 咱回家 那这个命令 为什么会发这样一个命令呢 三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说 诸葛亮料定为言必反 此人背后不是有反骨吗 他会看相看出来了 谁说的 三国演义 靠得住吗 靠不住 小说加言 别当了真 第二种说法呢 那就是 张作耀先生的说法 张作耀先生 刘备传说 就是要策划 魏妍的谋反 要逼反魏妍 除掉魏妍 第三种说法 是吕思缅先生 成尔东先生的说法 是什么呢 是三国志魏妍传的这个记载 根本就不是真相 这两位先生认为 当时的真相是什么呢 是诸葛亮 得了疾病 什么病 我们当然不知道 但是根据诸葛亮 当时的一些情况来看 他还是准备带兵北伐的 没想到自己要生病的 突然病了 什么都没交代 来不及 结果呢 这个杨夷啊 魏妍啊 姜伟这几个人 他一嘀咕说 这魏妍肯定不听我们的 我们就怎么怎么着吧 因此是杨夷 姜伟 魏妍等人 假传丞相 疑命 是假的 那么这个有没有可能呢 还是有可能 因为这个 说时代的这个三国史啊 真是非常难研究 我们前面讲过了 光是马术一个下场 同一个人承受 同一本书三国志 三种说法 你说哪个是真的 这种时候权力交替的时候 新街权的人 他完全可以做手脚 而且三国你知道 祖国是没有史观的 就没有国家档案馆的 你不能像研究 现代史一样 国家档案馆 七十年后解密 你把当时秘密文件 拿来看一下 真相打白了 不可能的 所以他们假传 成相一命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现在就面临着 这样一个 非常困难的选择 赞成三国演义的说法 说诸葛亮下这道命令 是料定魏延要谋反 你这是冤枉的魏延 赞成三国志魏延传的说法 承认诸葛亮下了这道命令 我们又得批判诸葛亮 如果赞成吕思勉先生 陈尔东的声声的说法 说魏延传的记载 不是历史真相 我们要否定陈述 请大家想想该怎么办 难道就没有 可以讲得通的 谁也不冤枉的 第四种说法吗 关于第四种说法 请看下集 以功为首 魏延谋反议案 有三种说法 然而这些说法 要么是小说家之言 互读为信 要么是没有足够的正品 因此 魏延一案 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魏延谋反议案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还得把视线 再次回到 诸葛亮的移命上 那么诸葛亮 为什么要下达一个 让魏延断后的移命 在诸葛亮移命的背后 到底还有哪些 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厦门大学一中天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听三国之 以功为首